第35章 梁烟的手机摔在床上 又顽强的弹了起来 梁烟冷静了一下 又以为自己肯定是看错了 说不定啊 那个说可以的 是陆林城的高访号 于是扑到床上 重新捡起了手机 仔仔细细的再看了好几遍 红威不是披上去的 点开主页 粉丝数量9000多万 以及拥有回复一条消息 就可以把他顶到 评论区最上面的能力 确定是陆林城回复的没错了 下面的粉丝 明显比梁烟更震惊啊 卧槽 什么 陆林城你给我清醒一点 小孩子让你去你就去啊 那我想让你娶我 你怎么不娶我呀 陆林城 平常工作那么忙 你也不怎么上网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这个节目有梁烟 大家快告诉他 天哪 我不要看到哥哥跟那个狗皮膏药在一块 怎么办 梁烟又要倒贴陆林城蹭热度了 我快疯了 陆林城你有没有搞错呀 卓杨呢 卓杨有没有搞错啊 陆林城 你难道不知道那个节目里有梁烟吗 梁烟看得气成了河豚 明明是陆林城说要来 怎么又变成他曾热度了 他无意间刷了一下评论区 那条陆林城你难道不知道那个节目里有梁烟吗 也被顶了上来 因为红威用户陆林城回复 知道 刚才还疯狂的粉丝突然间鸦雀无声了 被偶像亲自打脸了 好想脱粉啊 可是陆林城的女人绝对不会脱啊 有大粉紧急发微博 凌晨一定是为了孩子 梁烟明天肯定全天空气 陆林城一定是被盗号了 这是梁烟此时此刻的想法 谁家的宝贝 节目组编导此时已经乐疯了 把节目嘉宾集合起来传播喜讯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咱们洛洛小朋友最喜欢的偶像陆林城啊 由于看到粉丝的请求 以及节目里洛洛小朋友的优秀表现 抽出时间 明天将会跟我们一起去游乐园 欢迎欢迎 几个嘉宾都鼓掌欢迎 陆林城要来 等于是给这张网综做全网宣传呀 这节目越火呀 他们的曝光率也就越大 编导看向洛洛 洛洛呀 明天你就可以亲眼见到你的陆哥哥了 大家都为洛洛高兴 结果洛洛先是愣了愣 突然就用小手捂住脸 呜呜的哭了出来 标准的喜极而泣啊 大家都被逗笑了 恭喜洛洛 梁烟看着喜极而泣的洛洛 自己也快哭了 只不过不是高兴的 编导单独找梁烟 梁烟忍不住再次确认 编导啊 那个陆林城真的会来吗 他现在严重怀疑编导 只是看到微博上 陆林城回复的可以两个字 就认为他会来 万一陆林城被盗号了呢 又万一只是口头客气一下 编导虽然知道在梁烟面前不妥 但是呢 提到陆林城还是忍不住眼冒小猩猩 真的 他的经纪人已经跟我确认过行程了 明天就来 梁烟忍不住爆粗口啊 上次去迎平之上当助演嘉宾 这次又是来谁家的宝贝 陆林城难道不知道 前妻前夫应该辟邪吗 还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在上这个两档节目啊 虽然他们现在法律上 还不算是前妻前夫 但是问题是 在大家眼里就是啊 还能不能有一点 作为前夫的自觉呀 所以梁烟 你明天是怎么打算的呀 编导问 让整个节目为了梁烟拒绝陆林城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但是如果梁烟明天不去游乐园避嫌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的 虽然节目组编导内心是真的很期待 娱乐圈著名的前夫和前妻 在他们的节目里同框 到时候那播放量 那话题度 想起来就刺激 梁烟一面想着退出 一面又想陪洛洛 毕竟他才是洛洛的实习家长 于是干脆躲开直播镜头 坐在马桶上跟江木发微信 梁烟 我打算退出节目 明天不去了 梁烟现在是一想到明天要全体去游乐园 那么重要好玩的活动 既然没有他 他就气得很 我去银瓶之上马路凌晨也去 逼得我退赛 现在我来 谁家的宝贝他又来 逼得我出不了劲 我去一个节目 他去一个节目 你说他是不是想要变相封杀我 梁烟被自己点醒了 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呀 差点就被气晕过去 我靠 我招他惹他了 我他妈离婚协议都签了 一分钱赡养费都没要他 他还要对我赶尽杀绝 这男人太狠了 江木回复道 你明天真的要退出 梁烟 不然呢 影帝和他的三线前妻 世纪大同框 江木 你现在退出的话 不正好变相完成了 他封杀你的目标吗 梁烟 点点点 江木 而且啊 你不是一直想见鹿灵城吗 正好你可以跟他谈一谈 你们离婚证的事啊 梁烟这才想起来 自己来参加谁家的宝贝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等鹿灵城回国 然后跟他扯离婚证啊 现在看来他是提前回国了 那么此时不提领证 更待何时呀 江木 而且啊 是鹿灵城那边主动答应来参加节目的 又不是你倒贴 他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耶 加油 梁烟想着那张诱人的离婚证 只要能跟鹿灵城离婚 再被他粉丝骂一回也算值了 于是回 去就去 第二天一早 几个兴奋了一晚上的孩子 连早饭都不安静下来好好吃了 吵着闹着等不及了 要快点去游乐园 相比之下呢 洛洛最安静 矜持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但是明显发现 他跟平时不一样 头发精心编了个公主头 头顶呢 还带着一个小小的水晶发卡 身上穿着一身白色的公主裙 穿着黑色小皮鞋的小脚 一晃一晃的 梁烟看着洛洛笑了笑 这孩子要见鹿灵城 简直就跟去见男朋友似的 早上醒的比他还早 一醒来啊 就让他给他梳头打扮 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见鹿哥哥 现在这么安静 完全是因为要见到鹿灵城之间的 害羞和矜持 鹿灵城要完成 洛洛小粉丝的愿望 陪他去游乐园的消息 在全网都传开了 幸亏昨天晚上 程序员小哥哥加班加点啊 今天的直播间才没有被挤炸 梁烟 梁烟怎么还在啊 卧槽 他今天也要去 都不避邪的吗 洛洛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呀 像个小公主 要去见偶像 能不打扮漂亮吗 梁烟真的要去见前夫呀 我们梁烟堂堂正正 无惧留言啊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世界上最好的梁烟 直播间此时 还有很多鹿灵城粉 由于昨天被政主亲自打了脸 此时呢 正愤愤不平的看着节目 不怎么发言 别墅的门铃响了 梁烟心里一抖啊 洛洛听到门铃 忙不迭的从椅子上滑下去 然后到门口开门 接下来 直播画面突然就变了 鹿灵城一身休闲打扮 单手抱着已经兴奋到 快要晕厥的洛洛 出现在镜头里 节目里的两个难实习的家长 赵宇和段家衡 也是标准的帅 但是此时出现的鹿灵城 让人一下子就明白了 他为什么是鹿灵城 娱乐圈被仰望的大神鹿灵城 男人不仅长相远身国 另外两个人 更胜在气质呀 男人不说话的时候 气质轻了 周身带着淡淡的梳理 巨星的气场净险 但是看着怀里的洛洛时 眼神幽默的温柔 仿佛是初春清澈的拳 弹幕一片哀嚎 啊 鹿灵城我死了 我终于能理解 鹿灵城粉丝 为什么那么疯狂了 抱小孩真的太温柔了 硬硬 就连一只萌萌哒的小樱桃 在看到鹿灵城时 也忍不住说 洛洛 你的鹿哥哥长得好帅呀 那当然 洛洛骄傲的抱住鹿灵城脖子 鹿灵城笑了笑 然后抬头 正对上某个女人的视线 梁烟就这么跟鹿灵城面对面 好些天不见了 他抿了抿春 化解尴尬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不去理会 当作没有这个尴尬 虽然心里还是很不爽 鹿灵城真的很没有 作为前夫的自觉 这一天下来 不知道粉丝要怎么说 于是良言安慰自己 再被骂呀 就当没看见 他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 向鹿灵城发出诚挚的邀请 邀请他跟他去民政局 办理喜庆的离婚证 鹿灵城跟节目 其他几个嘉宾和小朋友都打过招呼了 编导宣布 现在正式向游乐园出发 大家这一次出门坐汽车 美队的实习家长和小朋友一辆 洛洛从鹿灵城怀里跳下来 一只小手拉着鹿灵城 然后又带着鹿灵城 跑过去拉住梁烟 鹿哥哥 洛洛抬头跟鹿灵城说 我们和梁烟阿姨一起坐车 鹿灵城本来微笑着 听到洛洛的话之后 突然皱了一下眉 梁阿姨 然后对上梁烟一脸 这可不关我的事的表情 别忘了 谢谢大家